劳动部昨天确认厨师罹患肺腺癌算是职业病 由于厨房的油烟可能会引起肺癌 家庭主妇跟厨师都很关心 阿基什和其他的棕破塞就有建议 油烟机装低一点然后少用大火快炒 每个礼拜再喝一碗猪血汤来请费 劳动部确认国内第一例厨师罹患肺腺癌是职业病 阿基什建议民众不要用大火快炒 让厨房保持良好的通风 而名厨张正也建议使用低燃点的油品 如橄榄油来做料理 锅具也很重要 也不粘锅的那些厨具 或者是还有人标榜说钻石锅具 类似这些就是没有铁芙笼的那些 我们就是最好是不要去用到这个动物的那些油 另外阿基什建议一周喝一次猪血汤来清肺 亦是说这是民俗疗法 没有科学根据 它跟油烟的关系 我们只能现在目前所有的资讯告诉我们 它是原因之一的 而不是说全部归罪在油烟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上面 它是一种多因素造成的一个疾病 大家都不否认油烟和烧烤的肉类会产生有毒物质 因此必毒排毒是维持健康的必要习惯 记者图红恩 陈诗恋台北报道